手上有什麼牌並不是用假的告訴對方 而是對手會根據你的行動 判斷出你手上有什麼牌 塔斯行陽之所以不敢攻擊近藤光的黑棋 是因為判斷出近藤光的亂戰能力可能很強 所以寧願吃虧也要盡可能地避免亂戰 如果左偉想要隱私木影上 其實應該刻意採用保守的下反 讓塔斯行陽覺得要積極進攻才能取勝 結果反而進入左偉想要的盤勢 AI 跟 AI 下棋時是棋力高的會贏 但是人跟人下棋可以使用心理戰 另外人的表現也會受到體罰還有多多因素的影響 回棋雖然夠複雜 在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注重心理戰的遊戲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發明一個新的棋類 因為心理戰才是人類運動的核心 不管籃球、足球、排球、桌球、馬拉松 你所能想像到的運動競戰 心理戰鬥是當中特別重要的部分 也是主播賽評講解的核心 如果他們夠專業的話 10月19日 邀請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三人一隊一同體驗 一款AI都無法駕馭的情意遊戲 冠軍獎金三萬元 不用按讚 直接來挑戰 靈體驗